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何曼达那集是怎样看的 首先大家认一下帽子才认出赛 不认识帽子 但不代表哪个主意是哪个虎 因为这些大赛全力以赴 碧海影月是新价很高的 在欧洲卖回来 我们在英国见过很多次的赛事 大赛也不信息 现在来到澳洲显示得很好 跑过前一场金明斯锦标就被人高脱了 但上次的百合感已经保重了 马一步步上升的状态 可能你对这场麦尔本杯是最高峰 除了这两只之外 其实看回何曼达 放了很多麦城之鸟 这全都是近期有好表现的马 我们也看过了 不如这样吧 准备了一大堆赛事片段 看看这一批马的表现如何 先重温上届的麦尔本杯 很多马金桂都还在 对, 前面的红箭嘴是翠月 赢了马那一只 紫色战车在樊花至今 结果跑第二 后面蓝色战车神山 也是这场挺受注目的马匹 结果分别跑第二和第五 但神山转彎时被人比较多 可以说跑到最后都已经没机会了 所以远征军里面 去年也算是跑得好 这是迪美小姐的新近 转播是麦尔本杯 对了 其实这场转彎之前 一直堅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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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想过她可以上来跑第二 因为她轻描淡舌 对 因为当时拿入场券 而且你可否再看直镜 她真的很轻松 其实这位迪美小姐 以往的印象是均速一点 手得好位置跑 今年我们看到她的部署 跑五场也是 留着和她的折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觉得有进步 说到进步 麦城之家也很进步 这场是非得杯的 打算她经常都很难赢 终于在这场 就赢了一级赛事 迪美小姐的那场是22档 流到尾 在阶级位 外面两匹丹顶龙也在后上前 但是问题是2400之后 再增程上来跑3200又如何 好,碧海映月 这只就是红箭嘴 唯一 结果这场可以说是保重 但不要忽略 外面那只多产作家 紫色衣服这只 其实今年过来澳洲 这场是第一场 表现得相当好 好,至于非英山石、麦城之交 和繁花似錦 在东宝錦被他们相遇 不过其实这场 开心足迹地赢了 欢乐足迹 欢乐足迹 我又会觉得 是不是真的这么高 因为当时很多马都还没跟你摔 你看繁花似錦 是这样子的 看外面那只繁花似錦 但是繁花似錦 是走势最恐怖的那只 几个这样飞上去 税拳也没卖下来 好,这场是交云盾 蒙面奇俠就在开面 又是这件衣服 这是适量的赛事 所以又转跑道 蒙面奇俠之前 在跑这场之前 就试过扮外比 这场的走势已经好多 力逼罗马教主 但也是罗马教王 对 但他也是输给罗马教王 逼罪 要看看是否跑到英国的胜利秩序 因为我们记得三岁的时候 他也很厉害 连啡跑三岁的马 不过他是不是真的 来到澳洲之后很有进步 看他的赛绩 就不像这样的情形 是 不过我们也看到 刚才那群 有很多是在澳洲跑开的马 有部分其实就是上阶跑完 然后就回到欧洲那边 譬如说是神山 上阶的表现是欧洲马 叫客队马里面 是最好的那只 今年吹狐虫 不知道怎么看这只马 其实你说神山 我觉得去年神山 另外多利德 五色礼物 其实三只马 都是受这个场地 或者跑法之害 可以说 他也算是在直路追 这么多都充分反映到 他其实下来澳洲 在长途实力上 他有点好处 不过问题 会不会去年是最好的机会 而错失了呢 这点很难估计 那当然 既然再来部署 跑这场大赛 准备一定是十足 但是看神山 去年的副榜 100磅 就是经过一年之后 今年回来 都是用这个榜 是否在赛职反映上 其实没有什么大胀 就是停留在这里 但当然 今次是换了骑士维基力旗 那希望发挥上 会不会一天 其实可以在澳洲场上 就是分明顿 会不会比去年好 其实这一点也很重要 澳洲的平榜员 不看好 你不加你榜的话 也挺测试 他年纪 没错 不过就是这样 我们是这样看的 到底练马师古曼尼 如何去看这款马 听听我怎么说 我非常愿意 Craig很愿意 他似乎在自己 和自己的工作 你比他年纪录 你比他年纪录 去年纪录的位置 我认为他 我认为他年纪录 我非常愿意 因为他与他年纪录 非常愿意 你终于是开世界 你认为了准选 我本来有一分钟 好的 神山古之然是備受注目的一匹馬 問歐洲陣營 剛才我聽說的阿豪 你也有提過一隻多產作家 對,正如剛才所說 神山這類,跑完一年後再來跑 其實未必有第一年跑得那麼好 或者將箭頭、新鮮感各方面集中 多產作家就是 雖然我們大家在去年 去年的皇家亞士谷賽期見過他 怎樣贏兩場第二班洋賽的四千多米 然後他今年在皇家亞士谷賽期 亦在亞士谷金杯跑得很好 因為當時已經跑到一級賽 即是說這隻歐洲馬 其實今年是有很長足的進步 所以這類馬來到澳洲 其實在第一年跑這個墨爾本杯 可能會有一點幫助 因為他始終不是一隻吸制賽冠軍 而且很重點是他在歐洲跑到四千 他背的房子重得你不相信 對 來到…什麼這麼輕的房子 可能突然這隻馬生晚了 也不奇怪 其實歐洲馬我們提到的很好笑 在神山是多產作家 還有很多部分是很有真正實力的 我們休息一會回來再提他們 在這裡 的時努力 對於大救火點 我們要求是兩旦入大業 對於一天